超過一萬一千名俄羅斯軍人 會是莫斯科的紅場前 烏拉 這句俄羅斯文有著萬歲的意思 這是勝利紀念日閱兵前的最後大預言 俄羅斯國防部甚至請出了 二戰時的主力戰車T34 加入了這場閱兵彩排 只是在壯多武器當中 最受矚目的恐怕還是這一款 由16輪飛彈發射車載運進場的 亞爾斯洲際飛彈 亞爾斯洲際飛彈最大射程 可以超過一萬一千公里 可以從莫斯科直接攻擊夏威夷 俄羅斯在2015年對外展示 外界推估他們現在至少擁有 150枚這樣的飛彈 亞爾斯洲際飛彈之所以讓西方國家擔心 是因為它擁有分導彈多彈頭技術 也增加了敵軍攔截打擊的困難度 除此之外 亞爾斯飛彈的彈頭還有能吸收輻射的 逆中技術 加上彈頭尺寸小 偵測跟跟蹤都有困難 也讓亞爾斯洲際飛彈 成了西方世界的心腹大患 體股新聞 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